我們上次已經進度到閃電爆發的分子到它的炫光全部完成 當然這些都還可以去更換它的材質 比如說Flare底下找到材質 這邊呢當然我目前用的應該是這一個 你要把它換成這種長相也可以 如果你要卡通化就要全體換成這樣子的感覺 如果你要換成像這種這個就不適合有那個旋轉 有的時候有一些形狀像這種如果你要放出十字盲星這種東西 可能就不適合帶旋轉資訊 所以現在比較適當的應該只有像這個或者是這種 就是閃爍的用途的東西 這個的話它比較跟這個很像 那都可以使用 OK好 然後 這樣以後當然因為我們的 好 那也還記得我們因為把這個刀 閃電有做 讓它跟隨世界做標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 好 這樣子的動態 OK 好 那如果你去增加Lighting的數量 OK 那就會得到的是 好 就會更多Follow的東西 OK 那我們回到25就好 OK 好 嗯 看一下它的 Trail 好 產生率壽命 OK 在這個0 OK 好可以 那至於壽命啊 呃 開始的時間這些 呃 大小這些都可以可以自己再做 呃 進一步的調整 好 好 停掉 它應該會回到原本的樣子 好 那然後我們還要繼續加 好 呃 當然這材質 其實把材質上完會比較好看 不過我們先這樣 比方說這一個 寶石 當然要帶個特效 好 或者整把鍵還要再帶一些特效 所以 再繼續 Create Effect Particle System 放在這邊好了 這個位置 好 好 那這個呢 是這一個地方的 呃 要用的 我們把它的 shape叫出來 我們把它的 shape叫出來 Sphere 0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在 首先先把它歸到 鍵的中心 就是我們最上面這個 這個 Particle System如果還記得 這個沒有在作用 好 這個沒有在作用 作用的都是下面這一堆 可以 那這樣操作的原因是 當然你用Empty也可以 然後 那如果是Empty的話 就要選這個分子 底下才會全部啟動 那如果這個是放一個分子 然後不作用的話 其實它現在是在代替 類似之前我們在用了Empty的概念 好 那 然後我就調整這一個的位置 可以不要有透視視角 那這樣子我比較好調整 好 大概抓到 中間就可以了 差不多就行了 因為 呃 本來就沒有要一定超級準確 好 呃 這個GameView先塞到它背後去 現在不用 好 那 呃 有了這個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往下做 呃 調整 先把它的速度 歸零 0.2 好了 好 慢慢的往外 設定個材質 OK 然後 材質的 形態是 啊 我就用AdditiveSoft 選貼圖 好 那 這個貼圖只要是一個雲霧狀的就可以 所以 去找一下 沒有我想要的 這個 這個差不多 好 大概是這一張 這張 有點 有些地方太明顯 大概像這張 的感覺 好 那 OK 圖給它 好 那 就會開始生成這個結構 這個物器 好 那 物器的參數開始在做調整 所以一開始 star size 標準的設定 兩個數值 好 呃 1到 0.5 然後 star speed 兩個數值 這個都還可以再調整 我現在只是暫定的 然後LIFE TIME 也許速度要再慢一點點 那 那這樣壽命可以再長一點點 OK 好 那 然後顏色 恩 寶石的顏色是橘的 所以 ok 然後 rotation 兩個數值 呃 負180 180 180 好了 好 呃 然後 再往下 這其實 這個操作大概都還蠻 呃 標準在做 呃 設定 好 嗯 Color of Lifetime Grandiant 建成 呃 主要是透明度 OK 好 那 顏色也可以設定一下 OK 我們的顯示上面已經開始Lag 這個 呃 不是 欸 喔 在GameView 難怪 OK 好 那 然後開始再去做 調整 我希望它比較像是 這個速度應該可以 再加了 好 因為 呃 現在往外飛的速度 稍微又慢了一點點 1.5到1 又太快 嗯 好 那 Size of Lifetime 好 OK 呃 這個呢大概Size呢 前面大後面小 所以 我們要看看它要怎麼收 下很快的 大概這個吧 大概這個吧 應該是 欸我看看 我們之前 關機重開以後啊 沒了 自己重做吧 就是我關掉重開以後的那個之前做的那個就不見了 好 好 好 OK 那速度還是太快 好 然後呢 呃 其實這裡面還有個東西的設定就是 這種分子齁 其實在我們的Render這邊有個特別的設定 就是我們平常大概不太會去動它的 呃 叫做Sorting for 這個東西呢 呃 Sorting就是那個 嗯 判斷它的 收那個 呃排序啦 那 其實分子這個東西有排序的關係 誰先算誰後算 這個東西有影響 那所以這種東西 好 呃 就是 你等到 如果你疊非常多層分子的時候 就要去考量 呃 誰在第一層最上層 好 就是 這個叫做AvaSorting的概念 好 什麼是AvaSorting 就如果你做 比方說 你現在做那個毛髮 用透空片 然後一片一片貼過去 好 那AvaSorting如果 比方中間有一片的優先權比前面的還高 你會先看到這一片 然後透明 你的那個 透明的Ava疊層就會出問題 好 那 以前我們遇過 以前我們用過的一個引擎是 那個 那個透空片 Attach的時候要照順序Attach 只要 你如果 1 2 3 然後 Attach5再 Attach4 那個第四片的那個毛髮 會出現在5的後面 因為Sorting 呃 排序的關係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講到這邊再給提一下 那 我們分子的這些呈現還可以再修飾一下 好 大概 也許顏色可以再深一點 好 那上面的有一點干擾我的操作 你可以先 呃 暫停掉這幾個 好 那 這樣子操作起來應該會 比較快 好 有 有比較順 一點點 那 呃 也許會需要先這個樣子處理 呃 這個部分 好 那 呃 尺寸旋轉 OK rotation of lifetime 兩個數值 -90 90 90 好 OK 那 呃 尺寸當然應該可能還要再修一下 不過 先 大致上知道我們要的效果 其他的再 呃 慢慢的做 調整 好 OK OK